欢迎一事后 李强同蓝布卡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斐济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中方一直将斐济视为南泰地区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 共同剥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中方一贯坚定支持斐济人民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愿同斐方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 继续做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真朋友 加强高层和各级别交往 推动中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匪方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升到新的水平 双方要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深化基础设施 农渔业 轻工业 教育 旅游 减贫等领域合作 更好促进共同发展 中方愿进口匪方更多优质产品 支持中资企业到匪济投资兴业 中匪同为全球南方成员 中方愿加强同匪济等太平洋岛国的沟通协作 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蓝布卡表示 匪方十分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 始终视中国为可信赖的伙伴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重要倡议 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基建等领域合作 促进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开辟匪中伙伴关系新的广阔前景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